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远航的营运长曾金茨 同时我也是Alan戴璧的CEO Alan是Airline and Life Networking的缩写 我们在筹备这个区块链计划的时候 是从2017年的12月就开始筹备 那当时呢 因为在国内的法规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团队决定是在香港注册发行 那我们的定位当初就很清楚说 我们当初第一步就想说用虚拟通货来兑换机票 那达到这个推广的目的 因为新的科技 你要去推广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你先要让民众去了解说 到底虚拟通货是什么 它的性质是什么 透过推广 然后慢慢再去谈到它一个实际的应用 所以初步我们从2017年12月开始规划 一直到2018年的8月 正式可以用这个虚拟通货 用Alan来兑换机票 其实也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那虽然半年好像很短 其实在企业来讲要做很多事情 第一个我们对于内部的员工要做教育训练 所有的员工相关的单位 他要知道什么是区块链 对 这有点困难 所以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功夫去教育员工 假设说我们未来有企业 想要去导入这个区块链科技的话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 你就是要让你的员工了解 什么是区块链 区块链的特性是什么 他能做什么事情 然后你才有办法把你这个产业所在的一个 我们讲这个专业领域 跟区块链的科技的特性结合起来 去解决你这个产业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先回到就是一开始 就是说Alan代币过去能做什么 然后现在能做什么好了 就是对于使用者来说 好 要讲这个事情 我可能要讲一些背景 因为大家知道远东航空是一个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是在台湾 在全世界都一样 都受到这个主管机关高度监管 那我们的主管机关就是交通部 那发行虚拟通货的主管机关 又是金管会 那么对远航这样一个62年的公司 在做这个新的事情的时候 一定会受到主管机关的瞩目 所以我们在规划这个 整个虚拟通货的时候 其实交通部 金管会 也都找过我们 想要了解说 我们想要做什么事情 其实在去年 我们也听到很多 不管是比特币的诈骗 或说这个 新发行的虚拟货币 对有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会让主管机关 非常的紧张 所以其实我们在发行的初期 我们也考虑到这个问题的 所以我们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先把合法合规 这一块先做好 我们聘请律师 然后去研究相关的法令 看怎么样做 才能符合现在的一个规定 所以当金管会 还有交通部 来找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很清楚的 跟他们说明说 我们这个是一个代币的性质 作为兑换 不带任何的 比如说证券性质 各方面的 因为证券性质 它要回归到 这个证交法 去规范 所以这个是 很明显的界限 要去 要去把它界定出来 不然你在推行一个政策的时候 推 尤其是企业 推行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 如果你碰到法律的问题 因为不了解而触法的话 这个对这个整个计划 后续的发展会影响很大 对对对 那刚才回到主持人的问题 就是说未来可以做什么事情 他一开始是可以兑换 有点像机票这样 有点像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说成是 有点像航空旅程数 这样子 他有时候可能 现在有一些旅程 他可以换机票 那只是现在这个里程 过去可能是你得自己搭 那你才能累积 那但是你现在可以用 虚拟货币买这样子 我不知道这样子算不算 其实对新的科技 我也常常跟我的团队在分享 我们永远不要去设定 他未来可以做什么事情 我是学理工的背景 我自己是工科背景 那工科背景的人 有一个迷思就是说 他永远他会想说 我设计出来的东西是最好的 但是你设计出来的东西 别人不见得觉得是好 不见得是好用 所以很重要的是 你要去了解市场上 他要什么 市场上要什么 有时候是要经过时间的 所以你刚才问我说 他未来可以做什么 他可能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我们现在可能都不知道 那据我的了解 我们做了这样子的推广以后 其实在 因为远东航空飞 澎湖跟金门 这两个离岛的航班很多 我们的市占率很高 几乎到了一半 那在澎湖的一些商家 我听到的 我听有一些媒体的报导 他们就自动的说我要来接受这个 Alan B来兑换我的商品 因为他知道说Alan B兑换商品以后 他可以到交易所去换法币 或者他也可以把这个Alan B留下来 所以对他来讲有不同的一个想象空间 他如果需要现金的话 他就去兑换法币 如果他觉得这个以后可能有增值的空间 他就把它留下来 那你觉得这些商家 他们之所以想要收Alan B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其实他也可以收新台币 是 他们为什么要 然后我猜想 其实现在Alan B兑换机票的比例还是相当的低 不是很高 相对于我们所有的一个运能来讲 他占的比例是很低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呢 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讲的就是一个推广 那我相信对那些商家也是一样 他们可能觉得很好奇说 到底虚拟货币 这个虚拟通货可以做什么 可能是一个比较常识的心态 那的确对我们远东航空而言呢 实际上的一个很显著的效果 就是说我们也想把远航这个62年的老字号的航空公司 再插量他的招牌 透过这样子区块链的科技 或是这个虚拟通货的这样子的一个应用 让一些年轻人重新来认识远航这个品牌 就像主持人一样 可能 对我如果是用新台币买的话 可能就会买就是反正我就sky scanner 看哪一家就哪一家这样子 可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特定的一个兴趣 你会去关注这家航空公司的发展 那这也达到我们的一个目的 就是说想要让远航的一个品牌年轻化的目的 的确最近我们就增加了一些比较年轻的受众 他们会比较好奇说 未来远航有什么样的想法 有什么样的做法 现在我们在FB上面 我们的空姐也有开放直播 跟一般的我们的民众做一些交流 我想这些资料还有资讯都非常的宝贵 可以让我们作为我们未来发展决策的一个参考 有解 所以我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刚刚曾云长提到 就是说虚拟通货 其实虚拟通货它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名词 我通常会以虚拟保物来代称它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虚拟的商品 它基本上就是想要跟货币做分开 因为货币它有独特的它的地位 那虚拟通货基本上就是虚拟保物 那如果我要买卖虚拟保物的话 这基本上不违法 或者是说我用虚拟保物来兑换机票 这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记得Allen代币已经不能兑换机票 但是他可以兑换旅行的行程是不是 这个部分我来说明一下 因为这又回到我刚才讲的 所有的应用 你要回到你的产业 产业有产业的监管 这个航空公司是由交通部监管的产业 他对于机票的一些上下幅度 他会比较重视 因为尤其是在离岛 两个离岛金门跟澎湖 这些居民他的行的权益很重要 政府是有保障他们的一些所谓的票价 不可以订的太高 那为了要维持这样的一个秩序呢 交通部都有订定机票的一个上下线 因为在现阶段 其实有时候Token或是币的波动比较大 波动比较大的话 那交通部他就会比较担心说 这样波动比较大 是不是会影响一些权益 所以我们后来跟这个交通部 还有民航局的一个折中的做法 就是说我们他们也知道说 其实这个量没有很大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由这个航空公司呢 跟旅行社签订合约 由旅行社来贩卖这个行程 而不是说一个单纯的一个机票 所以这个当然也是我们去年在运行的初期 没有想到的问题 可是你就是要跟主管机关 讨论出一个可行的方案 才有办法让你这个项目再继续走下去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就还蛮好奇的 就是说像是这种机票 他可能会随着他的币价涨跌 因为币价涨跌是跟供需有关 供不应求他就币价上去 供过于求他就下来 其实跟香蕉一样 但是他的币价涨跌 会影响机票的价格涨跌 它的价值 对那远东航空怎么调整这个 还是就是说那就让他这样子涨跌 反正他量没有很大 我们现在的做法是说 去每一个月的均价 作为我们下个月的一个兑换的一个基准 那我们这样的做法出来以后 我看到有一些虚拟通货或币 也朝我们这个做法在做 因为不同的币 它有不同的兑换的商品 对 那我们目前用这样的方式来运行 我觉得还OK 因为就像您刚才提到的 商品他有时候他也会涨价 会跌那怎么办 那也没办法 所以我们目前当然先想出一个方式 就是说我们是用月的平均价格 来决定下个月的兑换标准 OK所以其实有点像是 Alan代币假设目前随便说好了 一枚三十块 那假设我们从台北松山飞到澎湖 马公是需要一千五百块台币 那他就需要五十枚的Alan代币 假设这个月他的平均价格突然变成了五十块好了 从三十块涨到五十块 那我下一个月我就调整成 我需要用三十枚的Alan代币来兑换 基本上是这样没有错 OK所以其实是一个月调整一次 是没有错 OK那所以其实包含无论是过去如果是机票 那现在的行程其实也是都是一样的 没有错 目前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操作 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OK所以我就还蛮好奇 就是说那对于消费者来说 因为如果他最终还是都是以新台币为计价的标准 他就缺乏一个诱因 就是说那我既然可以用新台币去兑换 那为什么我需要用这个Alan代币来兑换 所以其实我们当初也参考了国外的一些叫 Discount的Token Model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讲的没有错 很重要要有诱因 必须要有诱因不然我为什么要用 对我就用新台币买 所以我们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兑换的一个比例上面 我们还是会存在一些折扣 让币的持有者觉得说 我用币来兑换是比较划算的 那这样才能达到说我们要推广这个币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还是会给予一定的折扣 或者有一些商品是用币加上部分的法币 我想这些做法呢都不是我们独创的 我们也都有参考一些国外的一些应用的例子 尤其国外这样子的例子也不少 那我们也不见得说在台湾 或是在我们航网可以服务的地方 这样是适用的 我相信每一个企业 他一定要经过他自己的试验 然后再去修正 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model出来 对所以其实看起来 他是需要一点调整的 我另外一个点就是我很好奇 就是刚刚你有提到就是说 远东航空在从2017年12月开始规划 然后到2018年8月正式上线 这中间应该是给第一线的 例如说低勤人员或者是客服人员 就是说那知道什么是Alan代币 然后包含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什么是区块链 你们该怎么就是告诉他们 就是在这个短短的几个月里面 因为我其实自己也写了这个文章 写或者是做这个语音节目 其实做了好一段时间 但是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人 他是无论是新来的或者是旧的 他其实不容易弄懂 区块链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远东航空该怎么做 我们当然是从最基本的区块链 这个密码学这些很基本的概念 开大量的这个课程 让员工来上 那么这个也有个好处 其实我们后来也觉得蛮惊讶的 因为员工他通常在例行的工作上面 他会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可是要做这个新的东西的话 我发现我们的员工都非常有兴趣 而且我们员工 其实都是比较年轻的同仁 所以我们开课程以后 大家对这个区块链 就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他有基本的认识 他以后他就可以源源不绝 他可以想出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包括像空且要直播的这件事 其实也不是我们管理阶层 所以要要求的 是我们的空姐 他们也有上这些课程 后来他们觉得说 很多朋友都问他说区块链是什么 后来干脆他就提出来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自己做直播 透过直播的方式 比较轻松的方式 让大家去了解 一开始启动以后 其实员工自己就会有自己的想法了 所以现在其实可以在远航的粉砖上面看到一些空服组员 他们的直播 然后其实有时候如果运气好的话 可能是在讲区块链这个东西这样吗 现在大部分都是讲区块链 现在大部分都是讲区块链 那当然会有我们有一些活动的时候 我们的空服员的直播也会带到 另外一个我很好奇的就是说 那像是这个 目前看起来远东航空是站在推广 让大家了解这个Allen代币虚拟通货 它真的是可以让 有点像是开发一个通路 让大家可以来兑换这些 本来你只能用新台币才能买到的东西 另外一部分就是说 远东航空可以借此吸引一些年轻人的注意力 比如说我啦 我就是看到这东西 然后所以才邀请整营运长来 但是这个计划 远东航空有没有设定一个期限 就是说那现在假设有一段时间 它的使用量一直都没有上来 那会不会远东航空觉得说 那Allen代币我们就暂时暂停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团队 在做一些各种不同的企划 我们一定要先有一个推广的期间 其实去年的八月一号到现在 其实时间也还蛮短的 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们现在在收集各种的意见 各种的这个资讯 然后我刚刚说了 其实怎么样是区块链的一个比较好的发展 这个没有定数 那当然我以前也提过一些想法 就是说把机票变成一个数位资产 那数位资产透过区块链的科技 绑定在链上面的话 它就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资产 那这个资产就可以交换 那这样的一个想法跟概念 是不是最好的 我也不知道 我想说要透过一些不同的交流 让所有的这个user还有用户 大家去brainstorming 也许我想的想法很好 但是可能它不实用 我想到一个还蛮有趣的是说 你刚刚提到 例如说机票 它可以放到区块链上面 这其实跟我们现况 就会有一点很实际上的差别 最大的差别在于 现在如果我要转让机票的话 必须要透过航空公司 我才能转让给另外一个人 而且中间需要扣 可能手续费 那这手续费可能 根据时间的长短 可能就是达成的时间长短 可能还要扣的比例高低 不一样 那但是如果我变成是一张 虚拟的机票 而且它是建立在区块链上面 那我随时 我甚至在登机 就是你准备 你才刚到航空站 你到机场的时候 我才转机票给你 这其实完全都没有需要付任何的费用 你认为这个东西就是 让机票可以让使用者自行转让 这对于航空公司来说的发展是怎么样 就是你的看法 你是支持这样的想法 我是支持这样的想法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可以让航空公司的产能 就是所谓的运能 飞机的运能得到一个最大化 比如说这个特定时间 特定位置的机票的这个数位资产 可能在一年前就已经销售出去了 对那对于航空公司而言 这样子的销售的比例高的话 航空公司是会比较放心的 对 我也讲一点很简单的 为什么说 这个机票去做取消 或是更名的时候 航空公司需要收费 因为航空公司还是有人工作业的成本 对 但是如果透过区块链的科技 如果说它量的大的话 可能这个成本就可以下降 那么你刚才讲的没错 就是说这样的数位资产 因为它是有链上绑定的 它没有办法去改 不可篡改的特性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在最后一个小时 你去柜台报到的时候 当然这个航空公司 他有可以认证这个数位资产的一个能力的时候 他就可以接受这张机票 然后你就拿着你的护照 然后就可以搭机了 在这个搭机前一到两个小时之前 这一张机票是完全不需要用任何的名字 他只要有一个数位的身份 他就可以去转让 当然我必须强调 这样的做法 这个牵扯到非常庞大的一个系统 因为我们现在搭机 但是从来不会知道说 全世界有三大这个系统定位系统 是在服务全世界的这个机位 我们只在用 但是不知道 就好像我们今天用手机 用internet 大家不会知道这个城市是怎么写的 可是我们每天都在用 那我相信区块链科技 以后也会发展成这样子 就是说你每天都在用 可是你不知道说你用的就是区块链科技 因为我想到这其实后 接下来如果当这个机票 他可以比较自由的转让 而且他换句话说 其实就是用专业一点的话来说 就是说他提升他的流动性 那他提升他的流动性 基本上就是大家可以 他可能可以发展出一些新的业务 例如说之前高铁票 他可以会曾经发展过玩尿票 就是说 我三个小时之后要搭高铁了 但是我还没买票 然后有一些人他是 我已经确定我那个行程取消了 那我想要最后一分钟转让给别人 就是最后几个小时转让给别人 然后有一些人是最后几个小时才刚要买 那正好可以媒合起来 那现在如果机票他可以转让的话 应该说不需要透过航空公司 他就可以直接转让的话 那他就可以发展出类似这样的业务 那基本上就可以达到刚刚您说的 就是说让他的应该说使用效率最大化 是 但这个当然牵扯到 我刚才讲牵扯到很多相关法令的问题 这个会不会有黄牛票的问题 那跟现在的法令呢 有没有抵触 这些都是要去研究的 而且你要符合主管机关的一个监管 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特定的时间点 有人先去抢票 然后到时候再高价售出 这个都是主管机关不愿意见到的 所以我们都要去克服这些问题 因为我们在发展一个新的东西的同时呢 你不能跟现在的法律有抵触 或者说你要跟主管机关去共同 你的做法是怎么样 去降低这个 我相信大部分的一些持有的人 他的想法都是好的 可是还是会有一些人 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跟有关的事情 大家就会特别 就是想说要来钻漏洞 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说大家过去常常会问说 例如说会员点数 跟你把点数放在区块链上面发行 到底有什么差别 具体来说一间Line的点数 Line Points 那我另外用 Line它其实同时也 现在已经发行了另外一种 用区块链发行的另外一种代币 它叫做Link 这两种到底有什么差别 其实这是一个流动性的差别 一个是你可以在使用者之间 你只要有钱包 我就可以转让给你 那但是Line Points 你们两者之间是没有办法相互转让的 你得看就是说 那Line它到底同不同意这件事情 那如果把这个例子 套用到航空业的话 它其实就是有点像里程数 我里程数如果要 假设我现在有一万点的里程数 那我要转让给别人 那现在还是得申请 就是跟航空公司申请说 那我可不可以转让给他 然后再交由航空公司批准 但是如果这些里程数 是可以透过区块链来发行 那它就可以更自由的转让 而且你可能就不需要 例如说我个人就是上PTT上面去 买里程数 就是说那我现在有多少里程这样子 那它使用期限到哪里 但是如果它代币化了之后 我就可以到交易所上面去 它就可以自动化这些东西 它不需要就是我先po文 然后再有人看到文章 然后我们再约什么时间交易这样 它其实是可以让这整个流程自动化的 那你认为就是在里程数 如果是机票看起来是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门槛更高的地方 那里程数会不会是一个门槛比较低 那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很好 其实里程数为什么要透过航空公司去置换 那这个就是一个中心化 对 那如果是透过平台的话 在区块链上面就是去中心化 对 所以这个跟我们要用区块链科技是完全相符的 那但是这个一样还是要有一个推广的过程 让大家去了解区块链可以做什么 一些平台公司他愿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都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个发展的方向都是有可能的 不过我相信区块链科技的发展会比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在2000年的时候 .com在silicon values泡沫化 对 在2000年的时候 很多公司 他其实没有任何产品 那他估值就很高 所以经过一段不理性的投资的这种风潮以后 他整个就都下来了 可是时至今日 2000年到2019年 这49年 internet的发展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 我们现在所有的app 我们现在所有用手机都是based on internet的技术 那我相信这个区块链的技术呢 会在更短的时间 应用就会更广 我相信会比这19年更短 这两年经过很多泡沫 这个 币价上上下下 中国大陆那边把这个 ICU进了 那其实现在已经不可能说 两个年轻人写个 实业的白皮书就可以募到很多钱 这种时间已经过了 现在更多的是需要有一些实体产业 然后抓到这个实体产业的一些应用的方向 跟区块链结合起来 但是一样 什么样的应用是有前景的 现在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事情是要让市场去决定的 有时候我们的想法不见得会被市场接受 所以看起来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等待 然后另外就是说 那现在目前能做的 例如说从原动航空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就是让机票搭配行程 然后这目前看起来是比较没有问题的 那就等待 就是说那看起来 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应用会在日常生活中发生 没有错 OK 我想问一下 你现在手机里面有装虚拟货币钱包 你现在持有Alan代币吗 我有一些钱包 钱包这个问题也很好 因为现在钱包的规格都没有统一 对 那我就好几个钱包 对我也是 然后有的可能是在教育所上面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想要去做这个规格化的统一 很多这种做供链的公司 供链它发展它的底层技术以外 它还是要去发展它的钱包 才有办法让它的那个所有的这个 虚拟通货在上面去流动 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时间 对 这个也需要时间 我觉得这个看起来 我之前还蛮常去外面演讲 然后例如说前一段时间我是去HTC的门市 然后我通常都会第一个问大家 所以说那大家现在手机里面有数位钱包的人可以举手 那其实通常都只有一两个 我就说这其实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未来趋势就是人们会有两种钱包 一种是实体的钱包 就是我们现在放在口袋里面这种 另外一种是数位钱包 那数位钱包目前看起来就是放在手机里面 我们接下来如果无论是刚刚说放点数 或放比特币或放以太币或者是放虚拟的机票等等的 通通都是放在这个数位的钱包里面 而不会是放在这个实体的钱包里面 我就很好奇 就是说那到底大家手机里面到底有多少人 那其实就是多数人其实都还没有 那就得靠兑换的这种诱因 推广 对推广 就是说那我现在终于可以拿虚拟货币来换什么东西了 那大家突然发现说可以换这个也可以换那个也可以换那个 然后可能价格虽然有时候起起伏伏 但是说不定是低的时候像我 我觉得低的时候买进去 那我就觉得那这个还蛮好 蛮好玩的 其实我会建议听众朋友 对于这一波的这个数字通货的这个 我不要讲革命 革命好像太严重了一点 这样的一个变化 大家要去了解要去掌握 那应该可以适度的去持有一些数字货币 不管是Bitcoin或是以太币 或是你觉得你有兴趣的虚拟通货 但是你一定要去关注它 可是你持有的量也不要太多 因为你持有的量太多 它的那个波动很大的时候 那你就会受不了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资产配置 你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 适度的去配置一些数位资产的话 不管说未来它有涨幅的话 你可以享受到这样的增幅 假设 假设不幸它跌下来的话 对你的影响也没这么大 可是你只要有去持有 不管是什么样的虚拟通货 你就会想要去关心它 那你去关心它的过程中 你就会去掌握到这个虚拟通货 区块链的一些发展 我相信你就会比别人多一些机会 多一些先机去掌握到这样的一个发展 而不管是透过投资或是任何的管道 你会比别人多一点机会 所以其实买这些虚拟货币 未必是为了投资 而是为了认识它 那你买的大或小那是端看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 今天我们谢谢增营运长来到我们的区块市云节目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 欢迎你在Apple Podcast底下给我们留言评分 那这有助于让我们的Podcast被更多人看见 那另外一个好消息其实是我们的Podcast语音节目 在上个礼拜的排行榜 其实已经到了前20名了 所以其实还蛮感谢大家 就是努力的订阅 然后收听 然后给我们评分这样子 好谢谢大家 然后谢谢增营运长 谢谢各位听众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虚拟通货区块链的发展 OK拜拜 拜拜